大家好 我是Kathy 今次的行程帶大家去玩馬來西亞 今次我們搭過太航空前往吉隆坡機場 今次我們就在Trip.com 訂機票 然後我們發現有免費的Lounge可以進去 所以今次就帶大家開箱我身後的Plaza Premium Lounge 看看貴賓室是怎樣的 其實是我人生第一次進去 所以我也蠻期待的 我們剛剛要在外面拿一張票 即使你有免費的Q-O-Code 也要照樣拿了票才可以進去 一會兒帶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吃 我們剛才大概用了15分鐘左右 就已經進到這個Lounge 整個地區都是很大 它會有些是坐的地方 有些都是我們一般的桌椅可以吃的地方 食物的選擇就不算超級多 但大多數都是一些中式的東西 像燒賣、四季豆炒麵、咖啡茶、果汁都會齊 西式的湯或者一些腸通粉 那些都會有的 我拿了一碗港式魚蛋粉 它是這個Lounge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食物 所以大家來到都可以試試拿一下 我現在要好好享受一下我們的早餐 因為我們一早起床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 距離我們的Bording Time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要享受我們的美食 好 我們剛剛去Plaza Premium Lounge那裡吃了一點自助餐 它的食物真的不算超級好吃 亦不是說很難吃的狀態 所以你說抵不抵就真的見人見智了 鬼蚊室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它真的有點焗的 它的冷氣不知道為什麼不夠 我們本身坐在角落的位置覺得不夠冷氣 最後去回中間一點點 但是一個好處就是很近我們的登機閘口 我們在2號 它在1號那邊 所以走大概100多米就已經到了 在豪方面 遠處就可以看到機器升降 我們來上機再跟大家更新 完整的攝影間 現在來到吉隆坡酒店 剛才經歷了千辛晚苦 才是機場來到酒店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解釋 現在先來個room tour 今次我住在吉隆坡市中心的 喜來登覆盆酒店 就是Four Point Hotel 現在先來個room tour 大家可以先進來看看廁所 有個廁所 然後這裡是一個升盤 這邊是浴室 空涼的東西 上面有一個下雨色的花灑 一個正常的花灑 也算乾淨 但是我現在有點擔心 就是下面的櫃會有一點淺 到時水會不會飛出去 到時再告訴大家是否有這個情況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pantry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水不是一支膠瓶裝 它是用玻璃瓶 環保一點 但是喝就可能要倒出來在杯裡喝 茶包和咖啡都可以任用 都會有正常的雪櫃 它這個不是叫冰櫃 所以它就放不到雪糕之類 但是你放一般凍的話應該可以的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睡房區 設計都是我自己喜歡的 這裡是2023年新開幕的酒店 都是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木系元素 裝修也很新淨 旁邊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污漬 也沒有問題 這裡有一張雙人床 睡得好不好 就要遲些才知道 一晚才知道睡得好不好 這個位置會有一個類似sofa bed 你就可以躺在外窗外面的位置 看到雙子塔 它是一個斜斜的角落位 不是對正的 這個位置就可以躺頭 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也會有一個小小的辦公桌 應該就不會辦公 就放些東西在這裡吃 最後也說一下這間房的價錢是多少錢 這次我們預約了4萬的 3500元港幣 這個價錢注意就是沒有包自助早餐 直接去那間餐廳跟它說想抱飛 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加回 這個Room Tour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酒店好不好 或者你們有沒有更好的推薦給我們 再說多一點馬來西亞入境卡 MDAC 填英文的全名 性別 國籍 住的地方 聯絡電話 E-mail等等的資料 其實我當時在香港填的時候 沒有問題 我們也問到職員 可不可以直接排這條隊過字 沒有問題 只要填了就可以去 我們就照去 放了護照上去 也是不行 搞了一輪之後 才知道原來填完 Nationality的位置 原來是不能填香港的 它說是要根據你簽法的國家去填 即是你需要填中國的 其實上網也沒有人提及過這個資料 我不知道是最近新規定 還是之前一直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之後會來馬來西亞 就可能需要留意一下這個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 我們享用酒店的自助早餐 先入銀鹽有各種蛋糕、麵包 有很多不同款式 簡直是澱粉愛好者的天堂 旁邊是粉麵類的材料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上煮的材料 然後交給廚師烹煮就可以了 亦可以自己製作蔬菜汁 有些印度食品 例如咖喱、醬汁等等 旁邊也有白飯之類 沙律區域 有很多材料可以選擇 還有各種配料 水果 還有芝士、火腿之類 還有以非農養雞蛋製作的鵪裂 廚師會先炒熟配料 但實際有甚麼材料 我就不太記得了 應該有蘑菇的 在配料半熟的時候 加入蛋漿 再加熱攪拌 最後加入芝士條 融化在鵪裂中 一份鵪裂就製作好了 再加上薯餅、茄汁豆、粟米粒、番茄仔 製作了一份全日早餐 最後讓大家看看價錢 兩位一共是馬幣$196 大概港幣$360 下站來到酒店泳池 位於酒店四樓 除了泳池外 亦有小型的遊樂設施 上面水桶充滿水後 就會倒水下來 很好玩的 旁邊也有小型滑梯 真的任何玩都可以 當日也差不多玩了五至六次 然後我們兩個當然要一起玩 在泳池旁邊有一間餐廳 大家去一邊吃飯 旁邊便會看到泳池 今集內容來到這裡 下集正式開設馬來西亞之旅 帶大家去這個黑風洞 還有很有名的雲頂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 拜拜